7月23日央视记录频道晚8点当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开播 第二季播出的文物已超级联记 超越想象位主题继续轻松 灵动的用微记录 构建中华文明的视频 所以在这些顶级文物中 甘肃省博物馆国宝及文物同奔马 将在节目中精彩亮相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 使节目制作团队从三百多万件国宝 进百家博物馆 几十处遗址中精选出的 一百件顶级文物拍摄所成 分四季播出 共一百集 每节五分钟 第二季23日开播 每天联播五集 共五大集 此外央视综合频道 中文国际频道 于7月24日起重播 央视军事农业频道 将于7月25日起连播第一 第二季 可救频道将于7月27日晚间当重播 如果郭宝会说话 第二季时间 跨度是战国秦汉 这是中国历史上 由分裂的诸侯国 走向大统一的时代 秦汉时代是中国文化的整个期 这一时期形成的国家治理体系 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 这一时期的物质与文化成就 均达到了古代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其所创造的时代风貌和人文精神 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 为了让文物活起来 也决定在国质与文化的爱本文化